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又到了毕业的季节了 书姨 恭喜你了 谢谢 谢谢 书姨 你毕业以后有没有什么计划呢 毕业就是我人生另外一个旅程的开始 我会慢慢的计划 首先我要先去学开车 然后再去学有关电脑设计方面的课程 这样很好 每年到了这个时候 刚踏出校门的新鲜人 几乎都是很兴奋的 对 从小到大念了这么多的书 考了这么多的试 好不容易 现在能够脱离苦海 终于自由了 你 我跟你讲 你们这毕业生可不要高兴得太早 为什么 怎么喝我冷水 书姨 难道你没有听别人讲过吗 毕业啊 毕业就等于是失业了 对了 对了 在毕业之后啊 刚踏入社会要找工作 真的是一件比较令人担心的事情 马上要找个好工作真不容易 所以咯 各位毕业生们 你们呢 可要好好地注意看今天这个节目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节目里面 我们就要一起来聊聊 毕业生找工作这个话题 那我可要多问一些问题咯 你看 这个节目好像专门为你准备的 五大哥 你少来了啦 好 我们赶快先来看一段生活布告栏吧 好 请看 生活布告栏 给你们多采多自己的生活 先来看看这是哪里 知不知道我们今天带大家来到哪里 哪里呢 啊 当然了 今天呢 要带大家到九份 这是一个很有名的地方 人好多好热闹 现在就一起去看一看吧 走 我们去看一看 画中有诗 诗中有画 就是来形容九份这样的美景 在那里呢 充满了文艺的气息 不管是商店 或是茶艺馆 铝色 每家都布置的古色古香 非常特别 有艺术的气息哦 另外呢 在这里啊 还有各式各样好吃的小吃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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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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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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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手語有一點點的不同 不過其實也差不多 因為你打手語的時候 跟我只有一點點的不一樣 不過我想我們很快就能溝通 因為是肢體語言 你打什麼其實我很能了解 其實蠻類似 蠻類似的 朋友,你看得懂他打的手語嗎 謝謝 好棒喔 今天我們來到台南新市 來逛夜市喔 你看 這些是不是都是手工做的 不知道應該是吧 那現在也有很多是用機器的 那這個到底是手工還是機器 我也搞不清楚 你看這個 是龍人喔 老闆你好 你好 你好辛苦喔 這些都是你自己做的 你是不是有去學過 怎麼樣去調配這些果汁呢 是啊 我有到其他的店裡面去學了一段時間 你有去學過啊 是啊 這樣子我才知道要怎麼調配啊 它的比例怎麼樣啊 我可是學過的喔 我不是自己亂做的喔 你的意思是說 你的意思是說 你有去學過之後 你才來做這個生意啊 是啊 對對對 那你們現在的生意 應該還不錯吧 還可以啦 有錢賺啦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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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請問一下,你做這個生意有多久了? 兩個月,兩個月前才開始 你怎麼會想要自己做生意呢? 你現在白天有沒有在別的地方工作? 沒有啊 那就是說只有晚上在這裡做生意 生意很好吧? 普通啦,還好 夫妻,他們兩位是夫妻 你們做生意有多久了? 大概七十五年 七十五年 不對,差不多有十五年了 十五年了,這麼久了 我在這邊已經有十五年了 做了這麼久的生意了 好久了,十五年了 那生意應該很好了 以前是不錯,現在 我小生意應該不錯吧 那你們每天晚上都來這邊嗎? 有沒有休息啊? 我們啊,我們是全年無休 只有啊,我第二天如果有出病的行列 要我幫忙,我才會休息的 因為他們白天還有做另外一份工作 還有一份工作啊 對,在仗儀式工作 那晚上才來這邊擺攤子 哦,原來是這樣子 白天還有一份工作 是啊,我進來 對,我有兩份工作 那你的小孩呢? 你有幾個小孩啊? 我都長大了 我有兩個 那是聽人嗎? 是啊,兩個都是聽人 那他們現在在做什麼呢? 一個高三,一個國二 他們現在都還在念書 這樣子啊? 那你覺得龍人在外面工作 是不是真的都會碰到困難呢? 是啊,很不簡單耶 難怪啊,我剛剛一路走過來 我看到好多的龍朋友 他們都自己出來做點小生意耶 是啊,都自己做生意 嗯,以前 以前比較少,現在比較多了 嗯,嗯